陳松部長是這樣 因為我是台中長大的 我真的沒有聽過 可能每個地方不一樣 假虎辣我有聽過 就是雞高丸有上座過 曾經在小時候去吃飯還怎麼樣 我不敢出 營養師也說雞高丸比較多 台灣吃雞高丸的真的比較少 我真的看過雞高丸成為就是 斑斗 斑斗有對不對 家喻你有看過豬的嗎 沒有 我剛剛Google看了一下 對 我沒有 其實沒有看過豬的 跟雞的比起來 對 所以雞高丸這個 就是說很少見 這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這麼好 說怎麼樣會聰明 而且體力好棒 我是覺得上一次我們有談到 有關陳松部長歌喉 是不是好的問題對不對 當然他歌喉好也沒問題 可是先該去公聽會 先做部長的事 先做部長的事再展現歌喉 對不對 這個也一樣 因為我今天沒有那個資格 去告訴你 豬高丸是不是豐富的蛋白質 甚至真的可以補腦 我看到今天已經有加碼 營養師出來講說 陳豬富人講得很對 豬高丸吃完就通常會很好 那是講明年開始 我們就打電話去 聽Call in 美國趕快 我們不但要全資的美豬 高丸一定都要來 因為我們台灣人 以後會很搶手 我給大家看一張照片 是陳松部長之前去 就是看這個攤商 有關於標示的時候 大家注意看 這張圖上面 本店所有的排骨飯 豬腳飯 控肉飯 肉跟湯 貢丸湯 滷肉飯 怎麼沒有一個豬高丸湯 如果他真的是這麼的 清蒸豬高丸 這麼的極品 而且是人人都會吃的 我覺得陳松部長當然 他漁工 他就是衛服部長 漁師他就陳時中 長輩跟他講的 而且他也認為這是對的 我覺得沒有問題 可是他常常就忘記 我剛剛講的 唱歌很好聽沒問題 可是你要先做好 部長的工作 長輩告訴你 豬高丸 頭好壯壯 會聰明而且體力好 也沒問題 可是因為你是衛服部長 你會有引導的作用 你會讓大家覺得說 這個東西是被 衛服部長認證的好朋友 我不知道豬高丸 但我知道殺牛牛丸 殺牛丸混在一起做以後 人就會變更聰明 也有自信 考試100分 所以我就覺得說 各自有各自的一些問題 就是說 市政廠不應該反質詢 陳主委不應該幫美國豬去背書 陳松部長也不要 就是一直去推銷豬高丸 因為畢竟好像也沒有 過去也沒有衛服部長這樣做 他現在變美食專家 什麼東西好吃 那個吃的米 然後什麼東西吃的會很好 這都不是衛服部長 應該要做的事情 大家期待的是 就是你幫大家的健康把關 講這個豬高丸吃的頭好重壯 這件事情 對 你跟阿公可以說 你阿媽也可以 大樹下面有沒有 在那邊下棋的阿公 或者是在公園溜冰場裡面 跳土豐有的阿嬤 可以講 我孫子吃豬高丸 吃了以後 考試都第一名 都100分 可以講 可以 你是衛服部長 還是陳時中爺爺 還是陳時中阿伯 請問一下你受訪的時候是 衛服部長陳時中 還是大樹下聊天的爺爺 其中之一陳時中 你是哪一個身分 全世界不會有一個 衛服部長 推銷某一樣食品 而他的理論是阿公跟阿公 長輩都這樣說 那你乾脆出來 我就說你乾脆出來推銷 香灰可以治病 以後大家生病 去廟裡面弄香灰 泡水 喝 輕症用冷水 重症用熱水 你完全沒有搞清楚 自己的身分 還出來 被人家罵算 說這是長輩說的 那你說我亂講 那長輩也亂講了 如果今天我帶著女兒 去看小兒科 小兒科醫師開的處方 不是因為他從學校 學來的知識 小兒科醫師跟我說 據說我阿嬤講說 豬膏丸可以治你女兒的 如果有這個病的話 你想這樣的小兒科醫師 值得信任嗎 我隨意給他巴蕾 然後就走了 對 開玩笑 你是部長 你也是醫師 你提的應該是要有 科學證據的知識 好 就算豬膏丸那麼神奇 為什麼我們要吃 美國豬的豬膏丸 為什麼我們要吃 有瘦肉精的豬膏丸 大家不要忘了 瘦肉精飼養美國豬之後 他在特定的器官 包括密尿器官 以及譬如說肝臟的部分 肺部 他的累積濃度 又比肌肉的濃度 來得特別高 簡單來講 美國瘦肉精豬肢的膏丸 特別的毒 就算要吃豬膏丸 我也要吃台灣豬 這麼多部會 包括陳吉仲等等 鋪天蓋地的為美國豬護航 到底為了什麼 這個牛鞭湯我倒是聽過 但豬膏丸的料理 我是真沒聽過 也許我真的太年輕了 就像陳吉仲部長說 像他那麼老 就會知道 這個豬膏丸是一個好東西 他的說法是這樣 他的說法是這樣 其實我今天本來前面是要 先講科學人的事情 但是大家好像對豬膏丸 比較有興趣 那我們就先來講豬膏丸 好不好 來 這個陳吉仲部長 這個我們很早就講了 我們上禮拜不知道哪一天又講 我們很早就開始討論豬膏丸這件事情 他去這個專訪 然後就講到這個主持人 就說他有吃這個豬膏丸 他說難怪 你這個腦筋好體力讚 原來是因為吃了豬膏丸 大家嚇一跳 說有這個料理是嗎 我真的沒有很老 就三十幾歲 但是我很愛吃路邊攤 滷肉飯 水澡什麼 在我這三 不要講三十 從有記憶看我們講十歲 這不是二十幾年的記憶當中 對 豬頭皮有 豬肝有 有記 然後 豬舌 各個部會 豬舌 這些都有 我真的沒有聽過 有人在吃豬膏丸 我真的沒聽過 我可能太年輕 觀眾朋友我不曉得有沒有 網友朋友幫我們留言一下 看台灣哪邊有賣豬膏丸料理 然後掛在門口說豬膏丸吃了 腦筋好體力讚 有沒有 如果有看到的話 大家可以去上網找個圖片 什麼傳給我 或是我們在直播下面留個言 我想開開眼界 如果找到了我就揪 黃偉翰跟羅志強 我們就去那家店開直播 當場吃豬膏丸 然後羅志強吃三個月 搞不好就選上台北市長 因為腦筋變好體力變讚 你這樣講我要衝出去吃 立刻就選上 請問為什麼你會選得上台北市長 怎麼爆發力那麼強 因為我吃了豬膏丸 我腦筋變好體力變讚 人也有自信 對 考試都100分了 所以我就選上了 搞不好 接著我歡迎大家留言給我看 好不好 來 他這樣講 然後就引發爭議 大家說你到底在搶什麼 你血空傻 怎麼會有豬膏丸 吃了腦筋變好體力變讚 部長不服了 出來了 這是長輩說的 如果你現在說 這是民俗的說法 如果你說我說謊 那就是長輩跟我說謊 然後我再跟你們說謊 怎麼可以對長輩無理 這是陳時中的辯駁之詞 這個話聽在柯文哲耳中 不太舒服了 所以他就說 這個被舉小新吧 問到的時候就說 陳時中這是失言 我就不曉得他是哪一家 醫學院畢業的 說你失言就失言 不要再硬 就點點就好 就不要再講話了 不要再講話了好不好 然後陳佩琪也說了 這就是你有沒有 談哪裡畢業沒意義 這只是民俗說法 如果這叫失言 就是我長輩也失言 然後陳佩琪就說 你失言澄清就好 不要硬拗 來 注意 來 老阿嬤或許可以這樣說 但管理民眾健康的大家長 這樣就不恰當了 來 陳佩琪這句話 完完全全了就是 堵住了陳時中部長的嘴 就是我剛剛問他 請問你在推銷朱膽膽是 衛福部長陳時中 還是別人的長輩陳時中 還是大樹下面下棋聊天喝茶的 陳時中爺爺 你是什麼身分 看起來你是陳時中部長 受訪的時候講這個話 你覺得適合嗎 其實剛剛節目開始之前 我們也在聊說 我們的成長歷程 沒有吃過這個東西 那這東西到底從何而來 因為我們過去 剛剛說板豆只吃過 雞腐對不對 沒有吃過豬的 雞腐 雞腐 對 雞腐我是個人滿喜歡吃的 因為我覺得還滿好 入口即化 對 小時候家人有告訴我們 說這個是好東西 吃得對身體好 因為傳統長輩就跟你說 這個含有豐富的蛋白質 或者是說他這個確實 傳統藝型補型的觀念 吃什麼顧肉粥 吃肉粥吃遠眼睛 吃腦補腦 確實是有這樣子的觀念 跟這樣的說法 陳時中從頭到尾 也沒有在推銷說 請大家要吃這個豬的稿丸 對不對 他是因為接受這個主持人 謝金河的採訪 謝金河說他們家裡 小時候是養豬的 然後他都要負責去顧 母豬趴翻身會壓到小豬 然後那個小豬 因為台灣傳統的豬 好吃就在於沒有腥味 因為在他長大之前 我們就把他閹割了 所以那個小豬的豬蛋蛋 就是主持人所說的這個部分 就特別的珍貴 現在幾乎都吃不到了 謝金河就說他小時候都吃這個 陳時中就講場面話說 難怪你現在體力好 腦筋也好 不然要接什麼 其實不然陳時中要接什麼 他就說我從小都吃這個 而且吃很多 陳時中當然接這個說難怪 這個我想這個人之常情 我覺得這一趴沒問題 但是後面這一趴問題很大 然後後面就是因為說 在議會質詢的時候 柯文哲就大笑 就笑到不行 笑到翻天 大家就開始討論說 這東西到底有沒有用 今天也有媒體記者去訪問 醫師跟中醫師 分別有不同的說法 例如說醫師他就說 這東西確實是含有豐富的蛋白質 對於老人或對於小孩的營養 等等是有幫助的 中醫師就說 以形補形的概念 確實這個東西也是有幫助 所以你要說這個說法 也是有人是以正面看待 但不代表說我們在鼓勵 而且我還上網去找說 因為我們都沒吃過 所以我也去找說到底 妳要找照片嗎 我除了找照片之外 網路上也有人在賣這個東西 而且他還號稱是頂級食材 300克要賣500多塊 300克500多塊 為什麼他說因為 一顆豬一點點而已 他說因為這非常珍貴 每隻小豬只有兩顆 極品中的極品 他說因為非常的稀有 而且沒有腥味 因為小豬就直接把它割下來了 所以這個東西是 他沒有去說他有什麼療效 但是我Google發現說 確實在傳統長輩的說法裡面 是有提到他的療效 就說他這個這樣 但是你就知道傳統長輩 就是會這樣子講說 你這個肉要加一點 這對你的肉有幫助 或者是你要吃什麼 小時候我們很多東西 不敢吃長輩會叫我們吃 所以我覺得這種東西 有時候就是這樣 但是你要把它拿來放大檢視 我覺得對陳時中並不公平 當然就是說美國有沒有這東西 美國聽說都沒有在醃的 所以他有沒有這東西 我是存疑 連台灣都很難吃得到了 你說還會到台灣來 從美國到台灣來 我是覺得很難 這是第一個 首先我覺得民進黨 不管是蘇貞昌 陳時中 或陳吉仲 其實真的都輕忽了 就是開放瘦肉精美豬 來台灣這個題目 我剛剛就講豬膽膽的事情 我們在跑行程 我就真的有民眾跑來 氣呼呼的跟我講說 他說他不知道吃多了 會得中痛風嗎 會影響痛風 你就會發現說 當你偏於異於在講的時候 你就會去掃了另外一面的顧慮 你身為所謂的衛福部長的時候 你講話本來就是要周到謹慎 當然前面他回憶謝金河那個部分 我覺得那個部分OK 客套化 你是誇謝金河 可是你後面就是越描越黑 你等於是在 你不但是用把這個民俗說法 當作你自己的說法之後 你外面批評 再推給什麼民俗專家 變成好像是切割 所以何必把自己放在這個 尷尬的局面上 你只要還原當時的現況 就說那謝金河的飲食習慣 我尊重對不對 我當然是 謝金河本來就是 體力好 通道好的人 優秀的人 所以我是誇謝金河 就結束了 你自己幹嘛又跳進去 把這件事扛到身上來 不准說他不對 誰說不對 他就跟你硬槓到底 所以我要講就是說 這是為什麼造成這個結果 就是說我覺得陳時中 在這件事情上 我覺得他過去這一段時間 一直犯一個很嚴重的錯誤 就是他把自己所謂的防疫的 這個神的光環放得太大 所以他認為說今天只要我講的 每個人都要買單 可是你確實在防疫的時候 台灣人民對你是有很多的肯定 可是如果說今天 你在你的衛福部長的工作上 你有太多類似的一個談話 其實我都覺得 豬膽膽不是最誇張的 他真的講了很多很誇張的事情 然後說萊克多巴胺都吃那麼多年了 對 然後還講說那個30月0以下的 小豬現在長大了 所以應該沒事了 你真的是講了 這讓你很多三條線 一個國家 真的政府還是要有一點 立場跟尊嚴 你今天大家都知道 這個美豬是美國強銷給台灣的 對不對 而且美國是稱人之為 現在兩岸關係 進入到非常緊張的境界 美國知道我們需要他 所以在這個時候就把我們過去 我們非常拒絕 我們整個民意非常強調 我們食品安全的這個民意 把它踐踏過去 這個時候民進黨政府 不能用這種方式 譬如說我覺得他們這種方式 也毀掉了陳直中 也毀掉了陳吉仲 這兩個政務官 因為這兩個政務官的表現 已經像那個開發中國家 或甚至這種非常 不上軌道國家的 政務官員的表現 你像陳吉仲 陳時中這個講話 我覺得四個字 八個字 信口開河 道聽途說 他的職務不是一個信口開河 道聽途說的人 可以做這種職務的 他都不曉得 他講說你今天去吃豬烤丸 有什麼好處 我們剛剛講出來了 如果說有痛風病死的人 如果痛風患的話 他不知道在現在一個 民主法治的國家的話 老百姓可以去告他 一個國家的政務官 他講這句話 全國都在聽 大家都在聽 他怎麼可以隨便這樣講 他這個職位 比所有的政務官 都需要有科學證據 我這個時候我常常講 我看現在很多網路也在講 大家在懷念誰 大家在懷念我們的侠儀 林潔良醫師 你們知道他當時怎麼講嗎 也問他受益的時候 他沒有當面回答 可是他建議 怎麼建議 他說鼓勵我們的老百姓 去吃國產的 有這種檢驗標章的 而且最好有產品履歷 認證的這樣子的豬肉 他一位朋友說 如果說林潔良在世的話 他一定會站出來反對 這個時候 民進黨政府 如果想要我們老百姓 硬是把這些 萊克達巴胺的豬肉 吞到我們肚子裡面的時候 他應該找什麼人出來講話 他應該找毒物專家 像林潔良醫師這樣講 你請國內 我們每個大院都有毒物室 請這些大學的研究所 出來給我們一篇報告 讓我們知道覺得沒有事情 這才是一個上軌道的國家 應該做的事 今天也許陳時中 已經忘記自己是什麼角色了 他常常跑出去巡視 對不對 跑到市場去巡視 他跑去唱歌 現在又去上節目的時候 又去應付主持人的講話 請大家吃豬稿 整個已經荒腔走板了 我做了政府 我在政府服務了31年 我覺得這種做法 已經毀掉了我們政府 不只是有的形象 而且把政府應該有的 這樣的水準完全拉低了 我這邊真的很想 苦口婆心的勸政府 而且還有陳時中 他到此為止不要再講了 再講下去 真的把我們整個國家的形象 人民對政府的信心 都毀於一旦了 我 downloaded 人群的移民 人群 有水準 結束 水準 在氏